政府正在探讨收集国人的眼睛红膜扫描数据 加强国人的身份验证 受访学者指出 这项眼睛红膜扫描技术准确度高 不容易造假 但仍面对一些局限 是的 不过呢 如果能够结合指纹的验证和脸部识别技术 就能大大提升保安通关的准确性和效率 来看记者薛书会的报道 只需站在摄像机前视线对准摄像镜头 几秒钟后 就能确认用户的身份 不仅快结 也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 把眼睛紧贴在仪器上进行扫描 这台三合一生物认证系统 还能同时识别用户的指纹和脸部特征 有效降低发生失误的几率 学者指出 每个人的红膜纹理就像指纹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 即使左右眼也不相同 但它也有一些局限如眼疾 要收集人们眼睛的红膜数据并不难 只需用近红外线摄像就能拍下取得记录 再把它转换成一种称为红膜代码的数据 记录在护照的晶片中 随着电眼越来越普及 加上高科技生物识别系统的使用 业者预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很有可能会在一些特定的地点 看到这些技术 为我们揪出任何混在人群中的可疑人物 新少媒信文记者薛书慧报道